根據我們第一任小組 千辛萬苦的打探之下 我們終於找到了 可以補妹公和 深知距離的補大魚達人了 補大魚達人是哪裡啊 哈囉 呃... 早安 呃... 你是不是有我 是藍玉的大哥 藍玉大哥是 你那個很大很大魚的達人啊 大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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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大哥 哦 所以你現在這個 這個是補大魚的漁網 哇哦 你看這個漁網 它的洞有多大 我的媽啊 這完全是不能補一般的魚好不好 它這個洞 我這個腿都可以這樣直接伸進去耶 有沒有看到 我腿已經算出了 可是它可以直接這樣伸進去 哦大哥 你曾經補過最大最大的魚達有多重 來...大幾幾 294公斤 你說那個294公斤的魚大概有多大 你... 你... 大哥 你幾公斤 108公斤 那不只你啊 是你的兩到三倍 應該有三個 三個你那麼大耶 一個 兩個... 三個 媽啊 你有辦法想像那是魚嗎 而且它是在河裡面 不是海裡面的那種深海魚哦 290公斤 怎麼可能啊 沒錯 這就是世界第一人的精神 化不可能為可能 化膚朽為神奇 如今捕魚高手已經找到了 工具也有了 萬事皆備只欠東風 相信完成任務絕非難事 只是啊 要將這個超級大魚網翻上船 就是一件超級大工程 足足需要七個大男人 才扛得動他 看來等一下 勢必有一場硬仗要開打啦 而就在此時 我發現一件 令我更驚奇的事情 我們這個神之巨魚上面 不是有一個大哥嗎 有沒有 抓了這隻這麼大這麼大的魚對不對 這個人 有沒有發現 跟他長得超像的 欸大哥 這是不是你啊 這真的是你啊 這個大概多久以前啊 三年之前 三年之前 所以說 這個魚是真有可能捕到這麼大囉 大哥啊 這隻魚啊 是你捕過最大的魚嗎 比這個大也有喔 那這隻魚大概幾公斤啊 寶寶一點 這隻魚有240公斤 你想想看 這個魚啊 大概是這個大哥啊 這個大哥喔 你這樣比例這樣比下來 大概有他的十到六倍大 270公斤這樣 然後剛剛那位大哥 不過290公斤 你有辦法想想嗎 這麼大魚 到底長得有多大呢 現在還是魚嗎 你根本就是怪物了嗎 我的媽 不管如何 我們先把這個網路弄好再說 也太幸運了吧 竟然連網路照片裡的真人 都現身了 大哥說啊 他們就是這裡 專門捕大魚的團隊 只要天氣好 大家就會相約出船 碰碰運氣 如果抓到大魚 不僅可以小賺一筆 還可以大飽口福 但是上船之前 我發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耶 你看看那個網路 放進去 有沒有 牠已經過來吃水 吃得這樣了耶 你看看我上船會不會撐好 來來來看一下 唉唷 還OK捏 我的媽呀 這個船怎麼滑 這樣釣魚 這比普京車還危險吧 大哥說這條河段 可說是牠的幸運之河 牠就曾經在這一區抓到十幾條 破百斤的超級巨魚 照片裡頭的魚啊 也是在這個位置抓到的 想必這裡 肯定就是大魚藏身之處 這次牠也毫不藏私 帶我們來到這個幸運地帶 希望可以快速協助我們完成任務 那為什麼那個大魚 會聚集在這個地方啊 在這個地方會排 就是踩不來就對了 那大哥 為什麼你知道要在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正中間釣啊 你不是在岸邊啊 還是哪裡 然後你知道要開到這裡來丟網 因為之前 曾經抓到過在這邊 就像我們買樂透一樣 我們之前種過是在哪一間 所以我們之後也都去那一間買 唉唷 虎魚有這樣子的方式喔 OKOK 好大哥 我們來下網吧 這應該是我看過 最殺的放網過程了 所有動作絲毫不拖泥帶水 大哥說啊 虎大魚最重要的就是選地點 以接力的方式 迅速的撒下網子 接下來 就可以等大魚自動上門囉 我現在懂了 牠這麼大的網子啊 就等於是把這個河段啊 從中間這樣直接這樣切過來 切到這個河按來 然後就這樣一直丟網子丟網 所以大哥啊 我網子丟到這邊這樣就好了啊 不用窮哥放嗎 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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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還要去啊 把… 把… 牠是從中間這樣 放過來有沒有 然後等於是像一個大的網子 有沒有 把這個整個河段這樣截開這種感覺 然後去攔截那個大魚 OK 原來以為大哥只是在整理網子 但是這一切是越看越不對勁 欸… 剛剛好像在收網了耶 不會吧 網子才剛放下去耶 怎麼可能啊 難道是網子放錯地方了嗎 有魚啦 熊熊突然收網 為什麼要收網 剛剛就有魚了 假的啊 那會是大魚嗎 別記得像這種網子啊 你要捕到小魚啊 你也是捕不到的 所以說是有魚了 這應該有大魚的意思囉 結果完全搞不清楚狀況 網子才剛放下去 然後他說要等 結果我們說好 那我們來等 結果他就突然開始收網了 他就受了非常的急促 他說有魚有魚了 我覺得他在騙我們啦 唉唷啊 收網真的是又累又慢 因為網子本身就重 再加上水流湍急 再收不到十分鐘 我的腰就快斷了啦 但是現在我更疑惑的是 收得這麼辛苦 到底是有魚還是沒有魚啊 屁啊 我跟你們躺在那邊 你是不是覺得大哥在耍我們這樣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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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一隻魚喔 而且它很大一隻耶 我的媽呀 唉 這不是開玩笑的 好大一隻魚喔 好大一隻啊 這是什麼魚啊 好 發布 發布 這個魚好大喔 而且它看起來有點像那個 它的外型有點像沙魚 有沒有 它這個頭是扁的有沒有 然後它嘴巴在這裡 然後尺寸大很大一隻 然後把它拉起來 可以讓我看一下 可不可以發現 我施不上力啊 好重啊 這個大概幾多重啊 這個大概有30公斤啊 而且它的嘴巴 對啊 我們給它看嘴巴這邊 你看 它嘴巴這邊是很像鯨魚有沒有 鯨魚的嘴巴在這邊 有沒有 好大一隻喔 所以大哥 這邊釣魚就是這麼輕鬆 這麼容易嗎 對啊 有去觸感 那風雙被帶了 風雙被帶了 運氣好 所以我們算是超級幸運 那這個魚你是拿去賣的話 這樣一公斤可以賣多少錢 有啦 500塊一公斤 所以是30公斤耶 30公斤 賺翻了 然後我們這樣下去 就1萬5就賺到了耶 就這樣 然後拉起來 就1萬5了耶 哇 好酷喔 我想這還真的是 世上頭一招 鳳王之後馬上種魚 這真的是太令人難以置信了啦 現場沒有一個人相信 這一切是真的 但是我們確實捕到了 而且還是一條30公斤的大魚 這真的是太有成就感了 但是你以為我們的任務 就此結束了嗎 還找得很累 更精采的神吃巨魚 還在後頭喔 雖然我們已經釣到了 30幾公斤的大魚 可是我們世界第一等 怎麼可能救紙罷休呢 聽說泰國有一個地方 是專門在收購超級大魚的 沒有錯 就是我現在在的地方 他們就是收購大魚的人 來來來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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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看起來不像商人耶 大哥請問您是 對 他是這裡的老師 所以他們不是收購 他們是在研究這個大魚就對了 教授 教授 你好 請問一下那個大魚在哪裡 就在這個水池裡面 有沒有看到 我期待那個大魚到底有多大 教授 你可不可以稍微告訴我一下 就是那個大魚有多大 一百多公斤 一百多公斤 一百多公斤的它的長度的話 應該會是這樣子 我好想看喔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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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魚到底有多大 一百多公斤的大魚 我當然要親自下水會一會它囉 這種圍網的方式 台灣觀眾朋友應該是不陌生吧 所有的人分工合作 慢慢的將網子圍成一個小區塊 而我才剛下水 似乎就感受到有鋸魚 往我的身體慢慢靠近了啦 有餵 有餵 前面有 有餵 我看到魚在跳 超大的 已經被我們圍起來了 很大一隻 你看它的圍棋 這麼大 哇 這邊的魚太多了 所以那個教授啊 很怕這些魚會受傷 這些都是他的寶貝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抓一隻起來 抓一隻起來看 然後其他我們要先把它放走 我的媽呀 好大一隻喔 好有力喔 它好有活力喔 好有活力喔 這隻是 哇哇哇 這跟我們抓到的那隻魚 是同一個品種的 你看它的頭 長得一模一樣有沒有 很像碾魚 然後整個皮膚啊 都是很光滑很光滑的 可是這一隻 比那隻大了兩到三倍 比我們抓到那隻大了兩到三倍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它頭比我頭還大多少 它這個嘴巴啊 可以直接把我的頭這樣直掉啊 超大的 那你看過最重最重的 有看到幾公斤這種 三百多公斤喔 真的不是蓋的 真的有三百多公斤 因為這個魚啊 它不是開玩笑的 我們釣到的那隻三十幾公斤啊 大概就是它的寶貝時期 大概可能還沒有到十歲 那種魚 然後這個已經二十歲 它成年了 就已經九十七公斤快一百公斤了 你想想看如果它活到五十歲 它沒有多大 那個照片裡面 就是真的有這麼大隻的人 我的媽啊 真的是世界上無情目有 世界內地的超級大魚 為了保存這樣的大魚 教授花了很多年的時間 用心的照顧牠們 給牠們最好的生活環境 就是希望牠們可以成為 泰國養殖業的驕傲 所以在拍攝期間 我們沒辦法 將大魚爆出水面 就生怕一個不注意 害牠受了傷 我想我們能夠見到 這個體積這麼龐大的魚 也算是三生有幸了啦 這次尋找神之巨魚的任務 大成功 世界第一等的 抬京旗幟 下週更精彩喔